哈囉哈囉,我是雪露伯,露伯洛 今天最好帶來的是 崩壞星球血道205上半卡池登場的 全新五星風屬性懸獵大C 飛翔的角色培養全攻略 飛翔可以說是又將帶來追擊率的新上限 也有著特有的輸出機制 和自帶龍捲的超帥秘技 若是不清楚自己也是否需要抽取 搭配隻跟鳥又該怎麼抽呢 無論會在時候帶來關於飛翔的角色定位 接著解析、遺棄、光追、新聞效果推薦 只剩配對方向等內容 若還有需要查閱其他角色 也可以在到播放清單中去查詢 或是在搜尋欄上打上角色名稱 孔格洛洛來查看是否我做過的影片 目前洛洛的頻道都陸續製作 米家遊戲的相關內容 喜歡這類型的影片與直播的話 都可以先訂閱洛洛的頻道唷 飛翔是五星風屬性懸獵角色 定位為輸出 自身的追擊輸出機制 搭配命途的特性 飛翔也可以說是一名極致最單的大C 而原本由托帕、沙晶、真理醫生、枝根鳥 所組成的伊托傻鳥強勢追擊隊 近幾天也剛更新了新的蘋果發布會 如果還在用前一代的追擊隊 也可以考慮拿下飛翔 讓你的追擊隊晉升成Promax版 並由天級將軍飛翔 作為真理醫生的上位人選 而飛翔自身由於巡猎家追擊的緣故 輸出過程中也是既高速又多動 裝潛技也有著類似黃泉的無能量機制 而是以名為飛翔的充能點數 作為大招啟動條件 只是飛翔不同於黃泉的是 飛翔為對單、黃泉為對群 飛翔的終結技分為兩種兵器與針對性的使用方式 更有像雲梨、銀汁那樣兩圈的終結技上線 所以使用上也會比黃泉更加靈活 也比較不會像黃泉容易有大量溢出的傷害 與此同時 黃泉的優勢也就會是飛翔的劣勢 飛翔對群能力自然也就會比較弱 所以也會更依賴其他多動的追擊隊友來幫忙清怪 另外也比較需要注意的是 因為飛翔目前的主流隊伍比較多 都會是帶雙懸獵、夾隻跟鳥 因此隊伍的總體生存能力也是偏脆的 所以也會需要生存位有1-3的能力 避免過程翻車 不過若是你已經有最強隊群、黃泉 那何不也把最強隊單也請拿呢? 嘿嘿 戰技和終結技也是飛翔的輸出核心 再搭配全體隊友的多動配合 大家一直追擊一直爽 可以更快累積飛翔的飛翔 只要滿6或12點飛翔 就能夠讓飛翔再透過終結技的發動 本來卻有策略性的對位被擊破 以及被擊破的敵人造成傷害 天賦為飛翔的核心機制 也就是終結技發動的充能點數飛翔 飛翔也就是戰鬥時投向旁邊的技術 只要累積到滿6點飛翔 即可發動終結技 最多可以累積至12點 飛翔的能量槽也是一個類似羽翼的設計 正好總共有12片 因此累積到12點飛翔的過程中 也可以一邊看到終結技的羽翔一片一片的亮起來 另外雖然飛翔的上限是12點 不過實測後會發現飛翔最多可以存到上限12.5 還有0.5的溢出補償空間 就是可以多保留一次隊友的攻擊 若是在魔力宇宙觸發統中黨的效果 飛翔也是可以直接一次回滿12點 超爽的 要累積一點飛翔就需要我方目標攻擊兩次 我方目標也包含飛翔和隊友的造化物 像是脫怕的杖杖 只有飛翔的終結技攻擊不算在內 而另外一個效果則是 當隊友發動攻擊時 飛翔也會隨之發動一次增加攻擊 發動後還可以給自己增加60%傷害 持續兩回合 這個持續回合數 搭配飛翔自身的戰技和隊友的多動 基本上可以視為常駐增傷 而天賦的追擊觸發後 會優先攻擊我方選定的主目標 若是主目標是由全傷技能觸發 或是主目標已死亡 就會隨機選擇場上一個目標來攻擊 每回合可以觸發一次 要判斷當下是否可以觸發 就可以打開狀態列表觀察其他效果中 飛翔有沒有一個雷獸的狀態 有的話就表示當前可以觸發追擊 若雷獸的追擊次數用完 就要等到飛翔回合重置來回復 戰技也是飛翔戰鬥中經常會使用到的技能 使用後會對敵方單體造成一次攻擊 並直接觸發一次天賦的追加攻擊 這個戰技所觸發的天賦追擊 不會消耗掉天賦的雷獸 前面的戰技攻擊也可以回復0.5點飛黃 天賦觸發的追加攻擊也可以回復0.5點飛黃 因此飛翔一次戰技 就能夠直接讓自己回復一點飛黃 飛翔的終結技也是最高倍率 也是最帥的傷害技能 而且還能無視弱點削減目標韌性 其中的終結技只需要消耗6點飛黃 發動後一共會有7段傷害 前面6段可以手中選擇兩種終結技的兵器 一戰技為戰斧,Q普攻為槍刃 雖然兩者的倍率相同 但因為槍刃通常用在打弱點被擊破的敵方目標 所以打出來的傷害會比較高 戰斧主要用來針對弱點未被擊破的敵方目標 若是接不起來 系統也會很貼心的在你選擇目標時 亮起目前適合用的兵器 哪個亮就選哪個就對了 甚至是一直按空白鍵 系統也會自動選擇對應的兵器 而就算是開AUTO AI也會根據敵人當成的狀態自動變換兵器 真的是最喜歡這種人性設計了 不過要注意的是 終結技在打死單體目標時會有鞭尸的情況 所以最好要把終結技用在生命值比較高的敵人身上 像是BOSS或精英 小怪就盡量交給戰機或天賦追擊 因此為了避免鞭尸的情況發生 最好的辦法就是偶爾需要看情況 手動觀和自動選一個你想要飛消終結技戰隊的目標 剩下就繼續AUTO交給AI 飛消的普攻為一般的單體攻擊 通常只會用在回復戰績點的情況 因此升級上也可以不升 飛消的秘技是一個狀態類秘技 發動後會在周圍捲起風捲 或是切換角色狀態會立刻消失 而且飛消的移動速度會提升50% 就可以搭配這個風捲去用來接觸入鏡上的所有敵人 並把所有敵人捲在一起 但不能捲起精英怪和BOSS 在這個持續20秒的狀態中 只要沒有主動觸發戰鬥就不會開戰 因此也會看到BOSS被風捲一直啪啪啪 又不能反擊的狀態 莫名有點好笑 視覺饗宴跟療癒感十足的一個秘技 而當我們主動開戰 就會讓所有被捲進來的敵人一起加入戰鬥來開趴 牽引的敵人越多 每超過一名敵人傷害就會提升100% 最高提升到1000%的倍率 同時也會在進入戰鬥後 與每個波刺也會對敵方全體造成風屬性傷害 這個密技攻擊也可以被進入到天賦的0.5點飛煌 抽到飛翔後記得一定要去牡蠣就捲鋪滿 解鎖額外能力解形 飛翔的終結技會被視為發動追加攻擊 因此也可以吃到追擊相關的BUFF加成 並且追擊的爆傷還會提高36% 後續若有觸發其他追擊也可以吃到這個效果覆蓋 解鎖額外能力天通 飛翔戰鬥開始就可以獲得3點飛煌 加快開局後的終結技發動 此外若是上回合會觸發天賦的追擊 那麼也會進入一次飛煌的攻擊次數 能夠避免飛翔若是第一個行動 這樣就會浪費觸發第一次天賦追擊的次數 解鎖額外能力電矩 讓戰技釋放後飛翔獲得48%攻擊力提升3回合的效果 只要每3回合釋放一次戰技就可以無縫維持 基本上也是很容易的 飛翔的行跡加點順序方面 優先升高最高傷害的終結技 其次為與終結技聯動的天賦 再來是戰技 火攻可以不用升 飛翔的星文1效果主要是提升終結技的傷害數值 可以看成是一個獨立城區 因此也比較不用擔心會被稀釋 會需要搭配終結技的攻擊段數來疊加 一層疊高10%終結技傷害 最多疊加至5層 也就是終結技一共7段 第一段沒有任何增益 從第二段開始增傷 來到第6段時傷害最高 也會讓第7段的終結一擊持兩個層增傷 星文2就有著影響機制的星魂效果了 可以讓飛翔天賦的飛煌點數 從我方目標每攻擊一次等於0.5的狀態 只要在飛翔的回合內 都會有6次能夠提高到1比1轉化飛煌的高額度 也會讓飛翔的終結技發動得更加頻繁 想要爽玩飛翔的話 星魂2絕對是一個能夠大幅提升遊戲體驗的機制星魂 星魂4的效果則提升飛翔的蓄熱能力和收出數值 可以讓飛翔的追擊蓄熱值提高100% 還會在發動時使自身速度提高8% 持續兩回合 提高蓄熱能力也就等於飛翔若是在發動終結技時 能更容易攻擊命中弱點被擊破的敵人 使自身傷害更高 同時加速效果也可以看成是常駐 也等於在面板上追速度時可以省個8-9點 星魂6完全體的天級將軍是什麼樣子呢? 解鎖後就能夠給予飛翔一個許多滿星魂大C 都會有的全屬性抗性穿透增加20% 同時在使天賦的追擊傷害 也視為終結技傷害的機制轉變效果 再讓這個傷害倍率提高140% 等於天賦追擊也可以吃到終結技相關的BUFF 讓飛翔天賦追擊還能夠吃到更多區間的則一判定 星魂效果推薦 星魂0的飛翔就機制完整 但若是剛入坑不久的萌新 或是想要組建全新追擊隊的 也可以考慮在隊友比較不完整的情況下 在一起把飛翔的好隊友莫澤加減抽這個星魂2 也是很不錯的 也無必要把追擊隊核心輔助吃個鳥也抽到 關鍵的隊友都拿到後 可以在考慮往上抽TP值最高的星魂2 最有完整配置的情況下 能夠讓你爽玩一隊T0追擊隊 星魂1的獨立城區增也不錯 但和星魂4、6一樣主要是偏數值為主 飛翔的儀器四件套 首選為風舉原飛的永烈 套裝提供加攻、暴率 並透過追擊來觸發終結技傷害增加的BUFF 搭配用終結技來收割的飛翔來說 是最簡單直接的選擇 另外可以考慮的是風套響應 不過比較需要手動操作 炎威套裝的特性 會在開大後使自身提前行動 加強飛翔的機動性 這樣飛翔可以更少依賴隊友的追擊 老娘自己的飛黃自己來的概念 不過飛翔若是有星魂2的話 也已經可以動得很快了 因此風套會更像是要用在追求末日 幻影拿滿分的情況 若是星魂2飛翔搭配星魂4波羅尼亞 也可以兩個人都穿風套 可以彼此互相超車 對到有風屬性弱點的敵人時 波羅尼亞也可以觸發星魂4的追擊效果 獅品二階套的部分 首選為奔狼的都藍王朝 套裝效果搭配隊伍為追擊隊時收益最高 通過隊友直接讓BUFF的層數直接快速疊滿 享受追擊增傷和滿層的額外爆傷 另外若有磁條不錯的停轉的薩爾索圖也可以先用 套裝效果提供穩定的暴率 也會加強終結技和追擊傷害 最後就是若有搭配巡猎隊友時 也可以考慮使用出源顯示與高天神國 只是輸出上線沒有前面兩套高 主要是加暴率和攻擊 但在沒有更好選擇時可以先用 儀器主副磁條選擇方面可以參考表格 去幹根據面板和平雙暴 鞋子優先選擇速度 有搭配拉行動的隊友或是速度有達標時 也可以是情況選攻擊 但一般情況下是速度多多益善 次元球封傷優先其次攻擊 岩真神選擇攻擊 飛箱的平民版參考 暴率可以至少在90%以上 因為飛箱穿戴的儀器效果 以及隊友所給的爆傷有很多 因此可以盡量確保暴率的穩定 這樣才能夠吃到後續的暴傷 所以暴率的部分也可以抓高一點 暴傷至少在150%以上 戰鬥中搭配BUFF很容易就超過200%以上 其次可以要求速度至少在134以上 因為飛箱戰技就會自己加48%攻擊力 搭配隻跟鳥也會有大量攻擊力加成 因此速度磁條會比攻擊力磁條優先 攻擊力大約會在2800-3000左右 五星光追部分首選專屬光追 我尋真追裂 電影依情況下光追提供穩定15%暴率 以及追擊觸發兩次疊滿後 能夠給終結技帶來54%的無視防禦效果 這個光追目前也是效果上 比較專屬飛箱的一個數值光追 另外比較適合的可能就是沒有抽專武的真離身 也能夠讓飛箱打出好看的爆發傷害數字 但也因為光追效果主要偏向數值 因此比起攸關機制的星魂1或2 尤其是星魂2 會更推薦先拿星魂再拿光追 其次可以選擇的像是真離身的光追 純粹思維的犀利 若是先前有抽 而且這次也打算把飛箱取代真離身的話 正好下去的真離身就可以把專武繞出來 就是和專屬光追效果作為類似的光追替代 只是需要疊加負面效果 因此可能會需要隊友的配合 會更容易吃滿光追效果 再來也可以考慮拓帕的光追、煩惱者、幸福者 只是通常拓帕自己就要先用了 若是比較拮据的情況下 就可能飛箱要先拿拓帕光追 而拓帕先拿其他光追了 最後就是平民玩家可以考慮的 魔力宇宙光追星海巡航 提供暴率以及擊殺目標後獲得加攻等效果 四星光追的部分比較推薦的只有論劍 沒有就直接去魔力宇宙幹一個出來就好 不用考慮太多 光追效果集中同一個目標時傷害會提高 追蹤五層 也是大部分訓練角色都比較通用的四星光追 飛箱的配對思路上 主要就是飛箱搭配一個能夠拉行動的輔助隊友 搭配能夠多動的隊友 有追擊能力的最佳 最後就是能多動 也能夠保障全隊存活的生存位 在拉行動的隊友選擇方面 就追擊隊來說 最佳選擇就是隻鴨了 加上追擊隊中也會有兩名或三名說出 隻鴨的全隊BUFF 和一起全隊拉行動 都是最好用的人選 練度夠夠的情況下 也可以在有隻鴨的配合下 不帶生存挑戰靈體通關的優勢 若是真的沒有隻鴨 其他能拉行動的像是花火 布洛尼亞也不是不行 只是這兩位角色都是拉單體 其他隊友就享受不到增益了 隊伍總輸出也會比較低 而布洛尼亞也會建議至少星維1以上 否則隊伍可能會比較好戰技點 若是有星魂4的話 就可以觸發瘋弱點 敵方目標被隊友攻擊時 布洛尼亞也能夠有追擊的效果 加快飛箱的充能碟層 而多動隊友的選擇 像是托帕、莫澤、旋列3月7都是很不錯的人選 以效益來分的話可以參考畫面 托帕若是1加1的狀態 就有非常不錯的輔助效果 自身也有一定的輸出能力 追擊頻率也很快 和飛箱搭配可以放大飛箱的對單傷害 即便只有0加0也可以直接無腦用 而旋列3月7也是免費就能夠拿 滿星魂的萬金遊四星 敗飛箱作為師傅時 也可以提高飛箱的速度和攻擊 3月7自身也有不錯的追擊和蓄熱能力 滿星魂後的強化普攻傷害也很不錯 也很省戰績點 而莫澤的話也有著小突怕的稱呼 和突怕一樣有著高頻率的多動性質 星魂2也會提供全隊爆傷加成40% 而外能力也會提供追擊易傷25% 對這兩個加成效果 對於飛箱來說 莫澤會比起旋列3月7要更為重要 只是要注意的是莫澤的獵物效果 在敵人死去後 就不會轉移到場上存活的其他目標 就要等到莫澤自己再重新使用戰績附加上去 旋列3月7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此若莫澤有星魂2的話 就BUFF效果來說會優於3月7 但戰鬥中的變化會需要根據實際情況決定 其他多動的隊友選擇 也可以從有追擊能力的角色 像是星魂1的翡翠、雲梨、克拉拉之類的角色 用來作為反擊型的副C 順便幫忙打全傷的配合 最後生存位選擇方面 最有選擇就是有追擊能力 也有強大保護能力的沙晶 或是能扛傷又能加暴力的浮璇 若沒有沙晶就要再考慮也具備多動能力的其他人選 像是開他後會獲得一次強化普攻的加拉赫 本身強打普攻 終結技也能攻擊的羅刹等等 當然若是要使用後面下半卡池推出的零沙 搭配他的兔子攻擊和超強群部也是不錯的選擇 影片背景為一些實戰畫面 若是要看更完整的全隊面板和實戰過程 也可以參考洛洛頻道上的另外一支影片喔 最後總結飛燒抽不抽? 假如你星球已經準備好了 也確定自己想玩追擊隊 那就是抽、抽爆! 現在這個版本就是直接送你整隊追擊隊 追擊隊的核心隻跟鳥正好搭配飛燒一起復刻 卡池陪跑還有小拖帕莫澤 熊烈三尾器也可以在這個版本買星魂 要不拖帕下半池也有復刻 沒有殺境下半池也可以抽零沙 想要組成T0追擊隊 拿到極致對戰大C 砍爆末日幻影就趁現在 但洛洛在想可能比較多人是屬於 欲望無窮、荷包有限的情況 因此這裡也要提供一些追擊隊角色抽取的優先級別 如果你想玩追擊隊 而且打算以飛燒為主C 那就務必一定要再拿一隻鳥 務必要組成飛鳥 玩飛燒可以沒有拖帕 但不管是追擊隊還是追擊隊以外的其他隊伍 隻跟鳥都是很實用的輔助角色 沒有隻跟鳥又想抽飛燒的話 除非不打三大強住關卡抽來當娃娃 不然寧願先拿隻跟鳥再抽飛燒 新手就算缺輸出也不一定要從追擊隊起手 先把核心拿到後 再看自己是否能組成完整的隊伍 沒有做好規劃又比較不能課金的話 隊伍很容易組得七零八落的喔 所以這裡就總結整個追擊隊的抽取順序 隻跟鳥0加0、飛燒0加0、飛燒1加0或0加1 飛燒2加0、飛燒2加1、飛燒2加1 隻跟鳥0加1、隻跟鳥1加1、隻跟鳥2加1 飛燒6加1、飛燒6加5 飛燒0加0的話主要是用在末日幻影當對測卡 若是想要能夠打其他關卡 建議是再加強一些強度 只剩下一次保底的預算 就看自己是否有夏威光追替代 若沒有可以抽光追或是星魂1 若是有夏威光追也可以直上星魂2 或是抽到2加1最符合強度夠 又有不錯遊戲體驗的階段 最後就是課長專屬充數值 玩到關服的6加1和6加5 下半的拖帕就看自己是否還有雲雲能抽 不然上半抽飛燒到2加1的話 莫則大概率也可以買星魂了 也就不一定需要抽拖帕 而是考慮先補上生存溫靈莎的部分 以上就是飛燒的角色分析全攻略 希望大家都能更加了解飛燒的養成概念 以及相關的抽取方向 如果想參與討論也可以加入洛洛的Discord群組 當時洛洛也會在製作 關懷星球體道的一些勾勒指南 如果想製造的主題也可以留在下方 洛洛會優先製作大家選比較高的 此外直播時有任何問題也可以來詢問 爆乾製作勾勒不容易 若是想製作的頻道內容 也可以點擊一按鈕按鈕來喜歡會員 或是點擊超級感謝 那就是會不會新鮮茶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也可以點擊喜歡給洛洛個鼓勵 目前每週一段晚上的主題版更新影片 我是Shitman 洛洛洛洛 我們下次見唷